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我最喜欢的相簿 这本相簿呢,是我阿嬷的 这是我的阿公 这是我的阿嬷 这是他们年轻时候的照片 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每年暑假去阿嬷家都很喜欢看这本相簿 因为我觉得很好玩 我对我还没出生的年代都很好奇 你看穿和服耶,好漂亮 那透过相本我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哦对了,我的阿公有经历过日治时代 所以他会说日文 我阿嬷现在已经84岁了 但是在我的心中他还是很美 就跟这些照片一样 我的阿公因为得到肝癌 所以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他 这个是我的妈妈 我的小阿姨跟我的大阿姨 你看这照片太酷了吧 超复古的 对,我妈妈说我阿嬷有开一间杂货店 就像你看到的有很多零食糖果 然后我妈说他常偷吃店里的糖果 但是因为硬的糖果要很长时间融化 所以他就没耐心 他会吐出来 然后再偷拿别的糖果吃 是不是很皮啊 这对夫妻应该是我阿公阿嬷的朋友 这是我阿嬷的爸爸 他是桥头火车站的站长 很酷吧 你看你看 这根本是model吧 站姿也好专业哦 这张好可爱哦 这是我舅舅 这张照片超可爱的 是我妈妈跟他的姐姐 也就是我的大阿姨 那我阿公的家是务农的 他很聪明 听我妈妈说 因为他家里没有钱 所以必须在家帮忙 也因为这样 他不能继续在学校念书了 那时候他的日本老师 还到我阿公的家 拜托阿公的爸爸妈妈 继续让他念书 因为老师觉得休学很可惜 后来我阿公还是没办法去学校 但是他自己学习 然后去工地工作 因为很努力 所以遇到了贵人帮忙 成立了自己的建设公司 超厉害的 哦对了 就是我的阿公阿嬷是相亲认识的哦 我忘记谁跟我说 反正因为相亲 就是先看照片嘛 然后我阿公看到 我阿嬷照片就说 就是他了 这是我阿嬷的妈妈 这些照片都超珍贵的 然后这是我的阿公 这是他的哥哥 还有应该是当兵的照片吧 这是我妈妈 超可爱的 是不是很像那个小丸子 然后我妈妈说 我阿嬷很会做衣服 这些衣服都是他自己做的 我希望你们也跟我一样 喜欢这些照片 我原本想要我的妈妈 去描述这些故事 但她就觉得太霜 但我还没抓到 一点 所以我会说 这些小丸子 好可爱 这个小丸子 大丸子 这个小丸子 这个小丸子 check out my description box there are my pay courses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re